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檳城玩了兩天 我們是時候要離開 我好像有些事情還沒做 是啊 你還沒介紹星哥 星哥 開車 橫行 他很喜歡吃東西 如果你離開的時候一定要試 還有很多東西要說 所以英格真的很想 你要有很多地方買 然後你要去接鋪去 我只是不給老婆努力 但是這些人不理的 我買一部車回來 我又要改 不回來的主題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去探車 在香港聽師傅經常說 板金兩個字就聽得多 但實實在在去嘗試 都是第一次 我身邊這部車 之前就因為生了瘦 師傅就要把他的瘦 清理了 然後把新的金屬 再放上去 那之前做了什麼工作呢 就是這些生瘦的位置 他們就用鋸 鋸走了 然後把一塊新的金屬片 再裁剪回一個L形狀 不如我們問一下師傅 要怎樣做 師傅 其實這個位置 我們燒了一塊新的金屬 然後我們要做些什麼 燒了一塊 要凹凹 要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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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凸 拿火石機磨開 然後煮好 做好 然後調整正 然後把它射出 就拿去射出 哦 就這麼簡單 哦 就是補灰 就可以射出 射出 煮了再砌 還是在現在砌都可以 不 現在你一邊燒一邊撿 撿好 做好 然後搞成 就是要磨滑 然後 射出 然後 叫射出 要弄多久呢? 弄多久了,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师傅,你怎样做出原本的形状呢? 它的样子是这样,我们慢慢把板折出来 慢慢折,折平 折平,折平,折平 我可否试一下折在这些位置呢? 拿着顶椎,折着它慢慢折 就是这样折着,隔着它这样折 那我试一下,打破了就别骂我 打得不漂亮就别笑我 太漂亮了就要请我 先试一下,要找一个位置 底这个位置没烧焊就不要折,要听书才行 其实都明白为什么这种技术会慢慢失传 因为实在太闷了 每日都在那儿折折,折折折 无奈的是,这些路易车的零件 其实真的,绝无紧有了 但是路易车会生售,会舊化的 所以只有板金这个方法 才能替它复收回车身 其實見到雞哥每一天都上班 他七天都會回來做自己的事 做一架五十年的車 復修回 每天都在搭 其實他不會覺得悶 他每一天都很開心 做自己喜歡的事 Enjoy the process Enjoy the process 但是我見到現在 尤其是雞哥都講完 我們在香港見到的 還有他在馬來西亞感受到的 很多年輕人都不想入行 他們覺得新車其實很容易做 就這樣換一些東西 一度換掉了 換到新門 但是他們舊的車是買不到零件的 很多都 所以他們要有一塊 就這樣一片的金屬去 塗上他們的Panel出來 換啊 尾錦啊 所以這些工藝的東西 其實心機時間都很重要 而且很佩服他們 可以做到這麼多年 不如這樣吧 因為都有很多蚊咬 阿楓哥說我們看看他們的車 所以我們不如馬上出發 就去他家 還有不要再被蚊咬 有蚊 啊 立即救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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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到此為止 臨走之前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馬來西亞人 小時候就看著他玩車 風哥的家 OK 下一集我們到吉隆坡 有一幫西部跟我們一起車座 2211來 好 大力打下去 大力低力 即是當他是仇人就行了 好 Habbit Habbit Habbit